西安真的要热化了 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气 真的特别同情在西安生活的朋友 每天都要忍受30多度的天气 今天的温度也是在30多度啊 特别的炎热 这个时候就非常羡慕东北地区那块的朋友了 那个地方应该温度不是特别高吧 常年比较凉快啊 西安的今天温度特别高 30多度的天气 这里是西安的小站 赛哥的天桥上面 看一下下午的五点多钟 下班的高峰期应该已经到了 路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大 但是主要是太晒了 这里 白天根本不敢出来 30多度的天气将近40摄氏度啊 非常的炎热 感觉出来走在路上都要被热化了 现在天桥上的人也不多 平时小站赛哥这里 可是西安最热闹的一个地方 天桥上面人特别多 今天由于气温特别高 来外面逛街的人也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这里是赛哥购物中心的广场 这个广场上人流量也特别少 还记得平时周六周天这里 那家全都是人头 特别多 广场上因为这个广场上 他没种那些大树 肯定要是种上个五六块那种参天大树啊 像旁边那些那大树 种到这个广场上面就比较凉快了 很多人可以在树底下休息 这个广场上设计感觉有点错误 应该多种几个那条大树 比较好的 舒服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 这么热的天气 这边一点遮阴的地方都没有 要不然这个地方 可是西安最热闹的地方啊 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玩 这两天如果准备来西安旅游的朋友 可一定要想好啊 西安最近这几天都是高温天气 每天都是将近40摄氏度的天气 非常炎热 去景区的话恐怕要受罪 所以来之前的话一定要考虑好 不怕热的朋友的话 还是可以来西安玩的 毕竟西安是流城市 流自然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很多地方都可以去逛的 这个方向是往南的 那边还可以看到电视台 非常明显 看到没 还有白云 天气非常好啊 今天 蓝天白云的 就是温度太高了 羡慕云南那边的朋友啊 听说云南那边常年四季柔春 都是20摄氏度 非常的凉爽 这出来要是逛上个几个小时之后 我估计都得被晒黑 这边倒还好 这条路上有很多这种大树 可以坐在树底下乘凉 但是刚才那条路上没有大树啊 非常炎热 赛哥门口中的这些花还挺好看的啊 这个是什么花 月季花吗 粉红色的啊 哇 太漂亮了 这个天气最好的去途都是大商场 商场这里面有免费的空调 25摄氏度 非常的舒服 看一下赛哥里面的大树饼 瀑布 你见过把瀑布 建在商场里面了没有啊 太厉害了 很多人都喜欢到在商场里面 能买东西无所谓啊 来这里面最起码可以避手 不用那么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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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